一名大约60岁的男士因为中风身体不舒服 赶紧打电话给同事求助 但是他说话咬字不清楚 让接到电话的同事不知道该怎么办 赶快向玉里分局官营派出所来报案 而报案人也说不清楚他住在哪里 在抽尸剥茧之后才发现 这位先生他是住在台东市 在跨县市警局联手之下找到这一名先生 并且提供必要救护 也让接电话的同事松了一口气 一位年约60岁的老翁 因为中风身体不舒服 赶紧打电话给老同事求助 只是说话咬字不清楚 导致接到电话的江信夫妻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赶紧前往玉里分局官营派出所报案 说明情况 后来报案人说不清楚实际的住所 抽尸剥茧之后才发现 这名老翁是住在台东市 江信夫妻当时不知该要如何处理 就到邻近派出所 请求警方协助 远警得知后先安抚其情绪 并请巡逻远警还索协助处理 立刻就请台东市警察局勤务指挥中心来协助 经过台东分局永乐派出所以及消防队前往住家查看 发现证明老翁独自坐在一楼客厅 已经呈现无法表达 经过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但却罹患中风 因情况紧急 本所利用警政系统查询到台东的住处 此时110也通知台东分局前往该住处查看 经台东分局及消防人员前往该住处查看 确定该民众确实在住处家中 且一世有生病的状况 以由现场处理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最后在跨县市警局联手之下 找到这名老翁并且提供必要的救护 也让江信夫妇原本忐忑不安的心情松了一口气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